哈喽大家好 乔丽先生是位处于南充的大通镇 今天天气特别好 然后我姐是约了她很多朋友在这边来烧烤 宝妈群的 其实是带小孩的 然后我特别尴尬 刚睡醒 睡醒了就烧烤吃 那像他们这种宝妈群我来干嘛呢 我来吃烧烤的 漏漏漏漏 我是回来看熏腊肉的 看一下他们熏的这次有没有弄好 监督监督 最重点是早上回乡下 去我老家了 妈的坟开始在动工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 家里面有长辈去世了 早上很早很早 就过去了 所以没休 没休息好 中午过来的时候睡了一觉 等我睡醒了过后 他们该做的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忙完了 我就只有吃吃喝喝玩玩了 现在已经烤得差不多了 这边是烤了一个奇葩之物 红薯 用这个炭火烤红薯 绝了 人手一个娃热到都不得了 他们现在到大合影 这样的天气呢就适合坐在小院 翘哥拿轨 听他们唠唠嗠 自己 在剥点小鳞层 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 路上享受孤独的那种感受 回来有时候太过肉了的氛围 或者说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 走不到一起 导致会让人觉得还蛮心烦的 格格不入 还是先上来看一下我的香肠 这两天太阳很大 这个香肠刚刚应该是熏了一下 大致的熏了一下 看起来正在流油 就这样能闻到香味 被熏了一下 这边是还没有熏制的 都在流油了 这两天太阳非常好 这边是又开始在熏制腊肉 这次也用了 橘皮 还有 橘子树叶 白树枝 跟一些混合 混合熏制 这边的香肠腊肉呢 是已经熏了一下午了 然后香肠是不能熏过久 熏太久了的话会爆炸 它叫炸皮 叫炸 所以这边的香肠已经熏好了 就等着腊肉了 腊肉可以多熏一下 让它干一下 我的这个下午呢 就是在这里烤烤火 晒晒太阳 熏熏腊肉 看着它 因为这一批腊肉香肠 都是我自己的 晒两天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寄出 我的事情就全部做完了 阿姨他们这次熏肉呢 是加了很多橘子树的叶子 为了去摘叶子呢 阿姨的这个手 两个阿姨手都是 花了好多条口 不容易啊 要熏出来爆炸肉 的新鲜味 新鲜味 看 这都过来忘了 新鲜叶子 出来才有新鲜 鲜味 就这种是要守着熏 一直给它添财 添财 目前这一批腊肉 现场的是 一共做了700斤左右 卖了有300多斤了 还有一半没有卖出 但最后一半 如果卖了的话 就后期可能暂时不会做了 如果卖不完的话 他们就留着自己店里面 就说明年也可以用 因为这个时间成本实际是太大了 阿姨他们呢 要兼顾店里 我呢也没有时间来弄 确实 我总体心事不在这上面 也要到处跑跑 我这批腊肉下肠出来过后呢 就要开始出发了 所以有需要的呢 还有300多斤 到时候要做的话再看了 真正要做的话 就要把所有的许可证啊 各种拿到过后 再正式的做了 以失败告一段落 那在最初我不懂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阿姨他们可以做这个来卖 然后我也可以帮他们推销 但是做了过后 确实发现麻烦是挺多的 我还是比较适合吃吃喝喝喝吧 阿姨还是做好她的饭店 当然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还是可以就是下单的 羊肉串 羊肉串 新疆的羊肉串 下的卷子树没掉 我姐烤的羊肉串 我今天就是在各种烤火中 下午生辣肉烤火 然后烧烤烤火 下午下太阳烤火 刚刚晚上取肉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看到 然后这会儿 才发现肉已经被取进房间里面来了 看一下这肉 好漂亮 叔叔是把整个房间全部关起来 然后下面也放了一盆 一直持续熏着 整个房间都是 有的地方没有 有一点点没熏到的 白白的 基本上都是黄金黄金的 这个腊肉过两天 我的这一批可以寄出了 啊 漂亮吧 这个明天还会再继续拉出去晾晒 还要晒几天 今天下午火被我烧的有点大了 有的烤的有点焦焦的了 不过还是很漂亮